我這邊先讓老師稍微看一下我們學校的這個靈東的靈東用的數位學平台是叫做台灣數位科技的 其實也不錯啦 那我在學校的教材這邊其實我整理蠻多的也整理蠻多 就早期還沒有開始用那麼多OneNote的時候我也會像這樣 那這邊更特殊的是因為我們的資料很多 所以我還幫同學做這種快速選單區 因為資料多嘛 所以他想要看我的教材就點一下就可以直接跳到教材那邊 上課錄影片點一下就可以直接跳到下面去 好就可以跳到下面去 那同學呢有什麼問題 我已經把同學常問的問題我都整理好了 所以同學如果在有問題的時候 不管你是教新的業界也好或是舊的同學來問 我就跟他講你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他就會比較意願上來 比較意願上來 你看我們所有的這個作業當然是在這邊教 那可是也有一些參考的資料也在這裡 所以您看我這邊 所以我教材事實上早就是數位化的 好您看到這裡 我的上課錄影片哪一週上什麼內容這邊都有 那我平常錄影我會放三個地方 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雲端硬碟 我們學校應該也有那個Google代管的那個 網域的學校信項嗎 有嗎 應該有 因為那個空間多大 無限空間 所以老師不要不用它 很可惜對不對 您就不用擔心你的空間不夠用 那再來我還有一個地方會放 我放在YouTube上 放YouTube上 所以我會放三個地方 您看我們這個禮拜上的 我把它剪開一點 您看一下 您會發現我有放這幾個地方 一個是放在雲端硬碟上 一個放在YouTube上 另外一個我在這邊也有放 也有放 所以同學事實上 他今天上完課要做複習 因為難免有同學會缺課嘛 對不對 他也不用跟我講 老師我要找時間再跟你討論一下 不用自己上去看就好 他自己上去看就可以了 這樣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校的一個 數位學習平台 我應用的一個情形 那因為資料太多 所以其實同學就很難聚焦 那麼我現在把它轉換到 我們的OneNote這邊 給您來看一下 已經有五位老師 已經填打完畢了 我轉換到這裡給您看一下 OneNote這裡 我們剛剛有提到幾點 我們就利用這個方式 實證一下給大家 看看 有沒有老師知道的資訊 是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我現在所有課程 我都是放在OneNote這個平台 當然他有付費跟免費的帳號 就是這個方案的部分 那麼多數老師 應該說99%的老師 應該都不會想要付錢 您用免費的就可以 用免費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很多 那比如說我現在上的課是這個 好我進來給您看一下 我們先看看 剛剛我們簡報裡面所提到的 第一個 資源比較多的數位教材呈現 對不對 那麼您今天Office的檔案 或者是影片檔案 不管是在YouTube上的 是不是都 我們在網頁上 就可以直接呈現出來 比如說您看到這裡 好假設我來這邊做一個編輯 我來做一個新增 您看到我們這邊有網頁 好 OneNote它基本上是沒有提供 所謂的太多這種網路硬碟的空間 因為它都跟誰結合 跟Google那邊做結合 好跟Google那邊做結合 所以您的資料 就統一放在您自己的雲端硬碟上 或者是您已經有公開在網路上 好公開在網路上 那都可以直接引用進來 放在您自己的雲端硬碟有什麼好處 哪一天你不想用OneNote的 要不要擔心說你的教材就不見了 因為是你自己掌控的 所以您可以自行決定 什麼時候開放什麼時候不開放 這樣教材也是統一管理 對不對 好那你看我就從這邊 選擇我們自己的雲端硬碟裡面的檔案 比如說像我今天早上才把那個 在這邊 你看這裡有PDF有沒有 我們今天的講義 好PDF 那如果您要這邊也可以找 比如說你只找文件的 你要Office檔案 這裡就有Office檔案 點一下就好了 好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當然如果您資料還沒在上面的話 可不可以直接就上傳上去了 也可以 不過通常我是沒有很鼓勵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種方法會永遠都放在根目錄下 雖然是無限空間 但是隨便亂放 資料還是會找不到 所以通常我是比較建議 就是您整理好之後再放會比較好 好你看我就選一個Word檔點進來 那麼您有注意到了 有沒有注意到上面什麼事情 第一個 第一個 是不是自動把檔案名稱就抓進來了 您也不用再打字了 這是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 我們往下看一下 這是最重要的 有沒有線上就直接可以看了 需不需要下載之後才能夠預覽 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你的Office檔案就是數位化檔案了 不管是簡報檔案 PPT的 DOC的 還是Excel 都一樣 就直接看到 當然我不敢保證 百分之百都是完全正確 為什麼 因為有些老師如果你有用 比如說像那個 PowerPoint裡面那個 我們有用所謂文字藝術師 那一種的 就有可能 在Google 雲端一點在預覽的時候 就不是完全正確 但是絕大多數 一般的文件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他也可以選擇下載下來 對不對 他也可以選擇下載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這邊按下儲存了 那麼我的教材就這樣 就進來到裡面來了 就進到裡面來 所以我只要儲存起來 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邊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好 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邊預覽的時候 然後 這樣有沒有比較人輕一點 您還需不需要為了Office 還要轉成什麼格式再給同學看 不用 而且同學如果真的有需要做筆記的話 右手邊 他可以做文字式的筆記 也可以做圖像式的筆記 像這樣筆記就記下來了 所以同學在看影片也好 看影片是最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影片 可能我看到兩分鐘 我想 啊這裡我要註解一下 你的筆記它會幫你紀錄時間 所以你點到這個筆記的時候 影片自動跳到兩分鐘 這樣是不是更容易貼近你那個 做筆記的原意嘛 對不對 所以會是像這樣 所以 事實上它的好處就像這樣 所以您看第一個 我們這樣有沒有符合我們第一個需求 對不對 教材的 數位教材的呈現 因為即使是我們學校自己的數位學平台 你用這種Office的文件還是一樣 就是下載 同學就知道 下載了之後再打開來看 但是這樣對 所以不是在電腦 一般的電腦裡面 或者是它沒有裝適當的軟體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用 就沒辦法用 這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所以第一個方式 這樣大家都清楚了 那麼第二個 我再講一下第二個 欸我到底有 同學有沒有看 我們怎麼知道 您可以看到這邊 來 同學有沒有看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是 這個禮拜才放上去的 所以我先把它收起來 我給您看之前的 從這個地方 我先點進來 好 這樣有沒有滿江紅 同學到底有沒有看呢 滑過來 滑過來看一下 你看在這邊 他有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位同學 最後學習的時間是多久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看比較詳細的 就是完整的 我會在上面這樣直接點進來 因為這是一個練習 這是一個練習 所以呢 他在這裡呢 你看 這位同學 順便問一下老師啊 請問這一題 二十四節氣 請問是陽力還是農力 有人說陽力 有人說農力 到底是陽力還是農力 這個這一題大部分是 隨著年紀的增長 那個答錯的比較多 因為國小就有學 國小就有學 你看 這個 到底是陽力還是農力 當然是陽力啊 因為 二十四節氣 每個月有兩個節氣啊 固定啊 他跟誰有關係 跟太陽有關係嘛 我們農力是跟月亮有關係啊 那 所以呢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囉 你知道這個題目了 我們要回來看什麼 這個是練習題 對同學來說 他可以答很多次啊 對不對 雖然只有兩個題目 兩個答案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進到這邊來 你看 有些同學 可能是答一次 有的是打兩次才過關 打兩次過關的 那你就不用講啊 你看 打開 我們可以從這個測驗裡面 因為這個 一翻兩瞪眼嘛 不是對就是錯 你看他第一次答錯有沒有 第二次是不是才答對 我們的重點不在於他 分數多少 而在什麼 答體的歷程 答體的歷程到底 什麼時候他答對了 如果你的選項多一點 那個歷程會看得更清楚 到底是歐白右 還是是真的 哪個觀念不懂 他就老是答那一題 那你就知道說 同學我該怎麼去調整啊 對不對 另外這個是針對單一個人的 我可以怎麼樣 針對全班的啊 整班的我一起來看 所以很顯然的 整班答對率百分之七十 七點五而已 所以還是有不少人 可能是沒有答或是答錯的 這樣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一點 你用最高分也可以 或最後腳腳都沒有關係 他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可以是即時的 也可以是什麼 同學回去的時候作答 我們上課一起來檢討 也可以嘛 其實事實上 我問一下老師 請問您現在在教學現場 有禁止學生使用手機嗎 不敢 不敢齁 現在老師要卑微一點 對不對 老實講 禁止也實在沒有什麼用嘛 反正他睡覺 或者是要 就是真的 心沒有帶來 你禁止他再做更多的事 結果還是 我也有猜到差別 只猜到說 你看他會不會很爭氣而已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個東西就可以讓同學 是不是多一點樂趣 那讓他呢 我們不只老師可以看到 同學也可以自己知道 那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地方 這一題 了解同學閱讀紀錄 這樣我沒有比較清楚 那除了說我們剛剛的這個 測驗體的方式的閱讀紀錄外 其實呢 如果是影片體更好 您看這邊 我找這個影片 這裡我有影片的 我讓同學去看以前的教材 就是我的上課錄影片 比如說這個點進來 您看到如果他有在走的 有沒有 有分走路的 跟完成的 這個差別在哪裡 老師可以自己指定所謂的過關條件 比如說這個教材 你要閱讀多久的時間 以上 才算過關 還在走的表示已經有了開始嗎 這樣你了解啦 已經有了開始 那你知道嗎 最近我才問他 這個符號是代表什麼意思 有沒有發現別人都沒有 他有 這個齁 就是同學如果作弊 他看影片如果用快轉的 會有一個圖表示出來 表示會知道這位同學 有偷偷用快轉 這樣可以啦齁 好 那我真正來看一下 每個同學會看的情形好 你看一下 我們光看這樣其實還不夠 我們還可以再更進階一點 所以我們的所謂的那個翻轉學習 就像這樣子啊 我可以知道同學在幹嘛 來你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條線一條線對不對 同學什麼時間 閱讀這個教材 有沒有都看得很清楚 有齁 那有些同學是只看這樣子的 你應該就知道這位同學 我們要考他的是後面這裡 因為他沒看 這就跟參加空大課程意思是一樣的 你坐在前面心沒有在那邊 然後呢或者是你就電視開著 然後就去做其他事情 當然我們是沒辦法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 可以很清楚他不只是看影片 而且他看了哪一個片段 我可以知道 他看了幾次 您看上面這個顏色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觀看的次數 有沒有 因為有些同學比較認真啊 我第一次看我不太懂 我又看第二次啊 或者是他可能 零碎的時間去看 這樣是不是老師相對來說 你知道的訊息就比較多 當然老師您願不願意 把這個資訊公開給同學 您可以自己決定 我平常都是公開的 因為我希望他知道 我知道他看到什麼 這樣他會比較認真嘛 對不對 好 這樣老師有沒有覺得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多東西的 所以同學到底有沒有認真看 很重要 當然同學有做筆記 有沒有做筆記 我們這裡也可以看得到喔 你看我點過來這個筆記這邊 好 你看這位同學他就做一個筆記在這裡 那筆記內容是什麼 我們可以點進來 我就可以進去看一下 他到底做的是什麼樣的筆記 當然同學他可以自己決定 這個筆記要不要完全公開 要不要完全公開 因為如果你完全公開 是別的同學看得到 如果他不公開就是只有老師 跟那個他看得到 我把筆記打開 好來這邊看一下 有 有 看一下 他的筆記 在哪裡 他好像 他在這裡 他的筆記是用抓圖的 這位同學的筆記是用抓圖的 所以他看到4分48秒之後 他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有沒有 然後他自己有做那個 他自己有做這個 就是做一個畫圖的 他就知道說 以後我再看了 你看我點到這邊 老師有沒有很清楚 4分48秒就直接跳過來了 他筆記是做在哪裡 好現在呢 你就可以說再寫哪一個畫面 這樣老師OK吧 所以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更多 所以您看一下 我們回到我們的簡報 我們光講這兩題 這兩個部分 老師有沒有就覺得 稍微比較心動一點 所謂的心動 不是說學校 數位學習平台完全不好 而是說 這個平台 彎肉這個平台做不夠的 我們當然還是可以搭配 學校數位學習平台 比如說你要繳交作業 當然是用這樣 學校的比較方便嘛 你要做 包括成績計算 雖然他也有 可是他沒有跟我們 學校系統做整合 當然你用學校的 就會比較方便 好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改變 我們數位學習平台 還是可以轉換到 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對您在教學 應該會比較有幫助 那這一段我先到這邊